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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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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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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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个问题啊 在这部戏里 你经历了班院墙 飞机故障等等高难度的场景 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当时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 在这个区里 好玩的事情 就是可以跟张细老师一起合作 跟胡一天老师合作 让你感觉最特别的一点 就是个子很高 然后有时候就是要这样子跟他对行 就治好了多年了 然后人很nice 然后对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觉得胡一天老师是一个性格比较好 然后挺好说话的一个人 太多了 如果要为张细发参加弹幕 你会发什么 张细帅 张细高 张细厉害 感谢各位关注芒果TV会员 对平栏梦云一线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别心别心